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洗就会有臭味 其实第一个要想这个臭味从哪里来 很显然嘛 就是我说的 这些血液或组织液停留在体内也好 或留在体表也好 它就会有发臭 而且这些臭味都可以显示 会影响我们体伤的修复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讲皮肤病的时候 有一个重点 就是对于血液或组织液 一定要让它第一个 保持窗口的畅通 让它流得出来 第二个 流出来以后 这些周围一定窗口的 甚至窗口本身或周围 都要清洗干净 而清洗一定要用水吗 不一定 而且我认为最好还是用龙姜汤 因为一边在龙姜汤的清洗过程中 不只可以清洗到 而且还有温敷的效果 对于整个窗口的修复 会比较有帮助 好 那另外它就是说 如果用吹风机吹干 那可能那个很快就会结痂了 那但是又很快有异味 这个就是我刚刚回答的 这些异味从哪里来 就是没有擦洗干净 如果擦洗干净 就不会有异味 然后它很快干了 又把这个窗口堵住了 堵住了之后 它很多血液或堵滋液流不出来 它在体内你也会闻到有异味 所以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一定要用龙姜汤清洗干净 那我这里也特别提出来 尽量不要用 早期我们也允许用吹风机 但吹风机发现 这些窗口很容易干 所以尽可能不要 就是用一般的电热器 所以外热源的使用 我尽量就是提醒各位 不要用有风的或有湿的 比如泡温泉这一类的 这些都是湿或风的 你只要一挺 这些都对身体好像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还是用一般的电热器 或眼红外线来照射 让它慢慢的干 慢慢 那在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 我说就是要保持干净 清洗干净 而不是考虑水能不能洗干净 或龙姜汤能洗得干净 两者都可以洗干净 但重点是龙姜汤 不仅可以洗干净 而且还可以达到温敷的效果 对窗口是更有帮助的 所以他说洗澡后再用龙姜汤清洗 事实上不是因为洗澡后再用龙姜汤清洗 就会更干净 事实上一开始就以龙姜汤为主 那你要洗澡用水冲洗箱口 那当然也可以 但记得洗澡完后一定要用电热器 立刻烘干 不要让丝留在窗口 窗窗口一定要保持干爽透气 提问五回答到这里